此话一出 整个帐篷之内 气氛陡然降至最低 甚至很多人都能感觉到 一股冷意无风自来 动得在场之人 纷纷不由瑟瑟一抖 福家人和叶家人 更是一个个面色苍白的张大嘴巴 显然吓得不轻 在真神的威压之下 谁人又敢有丝毫的放肆 福天整个人完全地愣在原地 整个人木然又惊慌 嘴巴张了张 却一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但脚下不停地发抖 却在说明 助此事他多么的害怕和恐惧 交还是不交 与其说 敖氏在质问福天 倒不如说是直接威胁福天 若然不交 以敖氏如今态度 必然后果难以相信 只是 敖氏明显真神当得太久 根本不问世事 韩三千是福家女婿这一点没错 但问题是 福家从没把韩三千当成女婿 一直只当是个废物 屈之不及 感知不尽啊 也许 别的人都可以交出韩三千 但唯独他福业两家却交不出 他们和韩三千的 知有仇 哪有什么情 敖老不是福某不愿意交 而是福天实难开口 眼下利益如是 舍不得放弃 可是 韩三千又实在交不出 尽管 曾经的韩三千 真的是他们的人 甚至如果他不对 韩三千心存偏见的话 那么如今他需要交人 不过只是一句话而已 韩三千对苏英夏的家人 又什么时候不是有求必应呢 我爷爷问的是 你交是不交 福天 你少给我东扯西扯 敖境见如此 自然不会放过机会 怒声拍案而起 废话少说 回答我爷爷 敖意紧随而道 哎 不麻敖老 韩三千这人虽然确实有些天赋 不过 始终都是个地球人 难成气候 所以我们福家早就将他赶出去了 敖老您贵为真神 可能不理事事 所以不知道这韩三千秉性如何 他看似相貌堂堂 实则是六亲不认 薄亲寡义之人 您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损失的怕是您啊 有福家高管此时出生而道 是啊 敖老 您不信就看吧 蓝山之巅虽然把韩三千给赢回去了 但要不了多久 蓝山之巅 必会因为韩三千二大乱 叶家高管也负荷道 如果敖老不嫌弃 福家可以永远效忠永生海域 虽然我们的人马不如永生海域 和要神个人多 但我们精兵不少 一样可以成为永生海域的左臂右膀 福妹自然也不愿意错过如此好的机会 赶紧集生表忠心 毕竟可以得到 敖室点头 加入永生海域 那和之前的意义是 完全不同的 你们的意思是 你们跟韩三千毫无关系 敖室面色冰冷 冷冷地扫了一眼 福家和叶家众人 福天吞了吞口水 由于片刻 颤颤兢兢兢地道 是 啪 一记耳光直接响起 敖室反手这一巴掌 山的福天晕头转向 口吐鲜血 整个身躯 更是狼狈万分地摔倒在地 敖室眼神一冷 你们这群垃圾 也配合我永生海域为伍 若非是因为韩三千 你以为本尊会招待你们 结果 你们这群废物 却连一个韩三千也留不住 来人 在 全部给我拖出去 乱棍打死 敖室怒声意喝 气得要命 时间被这帮臭虫给浪费 实在可恶 是 话音一落 王缓之等人亲自站了起来 看到这架势 福叶两家的高管们纷纷腿软了 一个个扑通跪在地上 哀嚎连连 不要啊 敖老 不要杀我们啊 我们 您就念在仙辈曾和你同为真神之情 放过我们吧 是啊 你要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啊 一帮人各个苦苦哀求 有的人甚至失声痛哭 而有的人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屁滚尿流 你们一个个的还愣住干什么 一帮苍蝇在这里 你们不嫌丑 熬式怒声道 身为真神 却被拒绝 这本身让他极为火大 更恼火的是 失去韩三千让他大为光火 事情正朝着最坏的方向走去 等一下 福天正拖来人 连滚带爬的来到熬式的身边 不要杀我们 你要韩三千是吗 是 熬式冷声道 我答应你 福天斗胆应了一句 你不是说和韩三千已经断绝关系了吗 熬式冷声道 是 不过 敖老 您可千万不要信他 福家可是和我们一起偷袭过韩三千的 而且还屠杀了韩三千不少手下 他能有什么不过 往缓之冷声道 是 可那又如何 福天破罐子破摔 同样冷声回队过去 接着扭头 对熬式道 可是 韩三千的老婆 苏迎夏 也就是扶摇 他毕竟幸福 身上留的 也是我福家血 他即便再绝 也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住 我们福家人死绝的 到了这时候 福天依然还在打住苏迎夏的主意 不可谓不无耻 熬式眉头一皱 由于片刻 也觉得福天说的话 有些道理 不过 在这之前 得要有的人帮忙 说完 福天将目光锁定在了王缓之的身上 熬式的目光顿时缓缓地扫向了王缓之 王缓之当即一愣 有些不解 我要见苏迎夏 福天道 王缓之 抬头看向熬式 顿时心中微微一紧 回答道 你要找苏迎夏 问我干嘛 当日不是你们命火时辰 朱家抓的苏迎夏吗 福天志问完以后 面向熬式 恭敬道 苏迎夏与韩三千非常重要 只要找到苏迎夏 无论软得还好 又或者硬得也罢 我可以保证 韩三千乖乖听命于您 是啊 敖老 韩三千这个人虽然无情 不过对苏迎夏 却看得比命还重 浮媚道 敖老点点头 看了眼王缓之 意思很明显了 禀告敖老 确实是我们让朱家抓的苏迎夏 不过 苏迎夏具体去了 我们也不知道 朱家人半路上抓了苏迎夏以后 却被他人所拦截 苏迎夏也因此被带走 王缓之恭敬回答道 说真的 我们也一直在追查苏迎夏的下落 叶孤城附和道 那你们查到了什么吗 有 讲 是 叶孤城抬起头 看了眼中人道 我们在事发后 便将周围数千里的地方 全部地毯式搜寻过 可惜的是 苏迎夏如同石沉大海 从此杳无音讯 你满口胡说八道 苏迎夏的行踪极其隐蔽 外人根本不知道具体路线 即便是我们 也浑然不知苏迎夏当初出城 知道他们行踪的是你们 半路结诸家的 也只能是你们 伏天情绪激动地打断道 敖老 当初苏迎夏的行踪 也是一个神秘人告诉我们的 其实我们追查不到后 我便怀疑 人可能是他劫走的 叶孤城无视福天 冷静地问道 神秘人 敖世道 是 可惜 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起初我们以为是 韩三千那边出了内奸 但那人告完信以后 却从此也失踪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不为名不为例 就要玩上 这么一手的人 会是谁 也许 我们找到这个人 便可以找到苏迎夏 叶孤城道 敖老 若想制服韩三千 苏迎夏便是重中之重 否则谁也无法控制住他 福天道 你们有查到这人 可能是谁吗 敖世问道 也许是 韩三千的仇人 不然的话 又怎么会做这种 损人不利己的事呢 忘缓之咒没道 不过 韩三千的仇人 本领极强之人 虽然很多 但主要都是我们的人 叶孤城也非常的困惑 敖老 查 必须要查 福天急忙道 可蓝山之巅的陆若新 却与韩三千 敖世略有迟疑 韩三千是我们福家的人 我们对他颇为了解 他爱的肯定是苏迎夏 敖世点点点头 最终牙一咬 拍了 好 福天 我姑且 相信你们一回 你们就先帮我们做事 寻得苏迎夏 将韩三千 给我带回来 敖老放心 福家和叶家人 必然鞠躬尽瘁 福天中露喜色道 不过 万一找到苏迎夏的下落 而那个神秘人又非常厉害 我们该怎么办 是啊 敖老 能从朱家人 手里抢过苏迎夏 还能快速地 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 本领肯定极强 不是我们福家和叶家不行 而是 福妹又如何不知道福天的心思呢 表面上说怕打不过神秘人 实际山 却不过是要拉些 永生海域的筹码和权力 所以 福天一说 他立即根捕 敖世深深一呼吸 显然也在权衡这个事 片刻后 他点点头 好 福天 你就暂时担任我清点的永生海域大统领 我再给你一万人马 和部分高手 必要时 你可以让王缓之配合你 听到这话 福天和福妹 以及福家叶家一帮高管 顿时一个个眼中放光 于他们而言 这便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高官 众位 而且 有了敖世 这位真神清点 福家的意义和名气 也就不同了 到时候倚靠大叔在暗中的发展自己 福家重回巅峰 根本不是梦 别高兴得太早 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们有三个月的时间 若是半道 大家自然皆大欢喜 你福家也可平步青云 可是 若是做不到 我要你福家叶家两家的鲜血 来填补你们所浪费的时间 熬室冷声道 是 福天吓了一跳 喜后画惊 三个月时间 虽然短 但也并非做不到 况且 当下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王缓之 此时几步 走到敖世的身边 轻声道 敖老 为了一个 寒三千费 如此周章值得吗 其次 福天这帮乌合之众 更是不知信任 当初和寒三千联盟后 很快就翻了脸 我怕 他们算什么东西 你以为 我会放在眼里吗 敖世冷声而道 我担心的是 寒三千 以及 他背后的 那两个高手 若是他们一起 加入了蓝山之巅 对永生海域的打击 那是无比巨大的 缓之明白 王缓之赶紧点点头 寻找苏赢下一世 你也要上心 蓝山之巅 赌路若新 我永生海域 便赌苏赢下 熬时说完 转过深端起酒杯 既然已是自己人 那就举杯同瘾 助诸位马到攻城 只是 就在众人刚举杯的时候 地面突然轰隆作响 下一秒 一股极强的气息 直接从地面蔓延 吹得整个帐篷内 桌椅尽倒 众人很多 更是人仰马翻 此时 蓝山之巅 含三千所住的帐篷内 堪称奇景 啊 哄 整个帐篷突然爆炸 几十名医师和高手 顿时直接从里面 炸飞而出 直射四周 同时 一股极强的红光 也紧随而至 一路直冲天际 嗡 地面摇晃得更加剧烈 周遭树木疯狂摇晃 即便是困仙谷谷内的大山 也似乎在微微摇晃 啊 啊 帐篷内 传出 寒三千 无比凄惨的吼叫 什么情况 永生海域的帐篷内 除去敖市 这位绝世高手 未受影响 其他人早已再一次摇晃 一次爆炸中灰头土脸 此时 一个个在敖市的带领下 匆忙地走出帐篷 四下一望 望到蓝山之巅那边的异象 一帮人 是既惊讶又茫然 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熬石双眼一缩 死死地盯住那头 未发一言 那不是给韩三千的营帐吗 怎么了 这是发生了什么内斗吗 枉缓之急切地道 难不成他们没谈拢 也估成您没道 哼 我早就说过 韩三千 这小子其他不行 但却是个情种 他爱的是苏赢夏 自然拒绝了陆若新 不过 陆家又怎么会 轻易放过他呢 福天得意地笑道 帐篷内的气息 虽然异常地强大 但那支 是一个人的气息 不是内斗 熬式冷冷摇摇头 看样子 好像是魔龙之息 难不成 难不成 韩三千那小子 杀了魔龙以后 吸了魔龙的血 和精华 这会磨血反噬了 王缓之 轻声问道 哼 地球废物 果然便是废物 魔龙之血 其邪无比 连这东西 也想收尾己用 现在 为自己的愚蠢 付出代价了吧 叶孤城闻言后 顿时冷声嘲讽道 于他而言 他巴不得 韩三千早点死 福天等人最为尴尬 心里是期望 韩三千也赶紧死的 但表面上 却又不敢说 毕竟 他们现在 可是靠住拉拢 韩三千 而获得利益的 敖世卫有再多言 眼神一直紧紧地 盯住远方 等待住事态的发展 韩三千如果死了 对他来说 其实也是好事一件 他也不愿意 多出一个搅局的人 目前的局势 对永生海域而言 是有利的 自不希望改变 蓝山之巅 营杖处 随着这声巨大的爆炸 以及无数医师和高手 被炸出 一时间也完全地乱作一团 陆若轩和陆若新 紧随陆无神的脚步 从主营内出来 看到此情况 顿时眉头大皱 陆若轩低手 接过一名被炸飞的高手 顿时间脸色阴沉 爷爷 这是陆若新 望住帐篷周围的残景 不由微微有些紧张 他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紧张过了 那是因为 他紧张的是人 而非其他事了 爷爷 所有一时爆炸后 便已经死了 即便是些高手 陆若轩没有说话 只是望住眼前的高手尸体 一时恼火 那具尸体 已然面目全非 除了保持住人的 基本体型外变 什么都没了 五官如同被火 给烧没了似的 身上更是漆黑一团 并隐隐中泛些暗红 像是困龙山下 那些烧焦的焦土一般 他的双臂 还做出抵挡的姿势 显然 爆炸之前 他们应该是试图抵挡的 但可惜的是 许是压力过大 爆炸太猛 双臂已如铜木炭 一碰便脆然落地 是魔龙之血 陆无神难难皱眉道 魔龙之血 陆若新顿时 面色微白 韩三千 在拿神之枷锁前 确实将魔龙的 精血吸得一前二景 难道 是魔龙之血 反噬了吗 想到这里 陆若新 不由更加紧张地 望向帐篷 此时 帐篷已然之 剩下周边还在 一束巨大红光 如同困龙山似的 直冲云霄 以至半个天空 都被染成了红色 天地一片抑郁 如同夕阳之下的 最后残红 只是残红虽颓美 但这却让这空气中 多了丝丝浓重的血腥味 寒三千 陆生难受的声音 响彻整个困仙谷 以至于附近迎寨之内 此时 全部纷纷为官 一个个议论不断 爷爷 快救救他 陆若新急声而道 陆若轩也点点头 陆无神和他沟通过后 他的态度 得到了很大的转变 救 陆无神皱了皱眉头 环视周围的天空 却根本不见 那两名高手出现 如何救 魔龙之血 已然深入他的身体 和他的血液融合 即便陆无神是真神 也无能为力 他比我预想中要严重得多 我并非不救 否则的话 也不会让这么多医师和高手去治他 陆无神轻声道 然 就在此时 红光之中 一道躯体呈大字展开 正随红光 从帐篷内升起 缓缓朝天 哄 万府奇诈 魔龙咆哮而过 以韩三千为忠心 顿时用万剑穿心来形容 也丝毫不为过 韩三千眉头一皱 感受到一股极强的魔煞之力扑面来 他刚想操起盘古斧抵挡 却在此时 无数黑火黑电锁化魔龙 已然张嘴扑向自己 紧接着 那股黑气又化成紧身的无数枷锁 将韩三千死死地束缚在原地 任凭韩三千如何挣扎 那股黑气都死死地 缠绕住他的身体 根本无法动弹嘶吼 而几乎同时 砰砰砰 万府其落 韩三千身上顿时响起无数爆炸 不灭玄凯在爆炸之中 紫光不在 似神天兽也消失不见 韩三千身体上的金色流光 也暗淡下去 噗 一口鲜血 直接被韩三千 喷了出来 如同血雾一般 喷洒得漫天都是 怎么会这样 韩三千强忍身体内部翻滚的剧痛 双眼睁睁地望着眼前的无数王魂 这帮家伙 太过不可思议了 既然从头到尾将自己复制了一遍 无论盘古斧 又或者不灭玄凯 甚至就连天火月轮 四神天兽图腾这种 只属于自己的法术能量等 也可以占为己有 这怎么可能 这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功法呀 即便是无相神功 这种集 复制于大成的无上绝学 可在复制上也极其有限 除了直接可以 对能量和功法进行复制 那些武器 法宝 神兵等其他的 均是完全不可能的 本体的食物 本就是天生注定的 这根本就不可能随便被人复制 否则的话 有为天道 很惊讶是吗 不过 惊讶又有什么用吗 留着下了地狱 慢慢去惊讶 空间中轻轻一笑 你以为 就你会复制 而我不会 韩三千猛然一笑 强忍身体上的剧烈疼痛 真能一放 身上金光再次重新亮起 无相神功 话音一落 四道韩三千身影 同时移动 操起四门无相神功 直接迎击万千王魂 好 万千冤魂怒吼一声 手持巨斧 如潮水般涌来 什么 韩三千猛然一愣 无相神功一出 如同试了零四的 拍在空气之中 别说复制出什么功法 就是想简简单单的 伤到那些王魂 也等同于是在做梦 这不可能啊 韩三千匪夷所思地 望向自己的手掌 实在难以相信 眼前的事实 王魂复制他的 为什么他不可以 复制王魂呢 罗爷 在我的森罗地狱里 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 空间之内 一声冷笑 韩三千眉头紧锁 寻觅四周 确实不知道 声音从何而来 但却丝毫 未敢放松任何警惕 强称一道金光 勉强抵挡住那些王魂 冷冷而道 凭什么没有什么 不可能发生的 就凭我是这里的主宰 就凭我要你死 你便求活不得 给我破 轰隆 万军挤破金光之兆 直接如海水 一般将韩三千四道 身影打霉 然后化回本体那一道 并顺势不断朝后排去 韩三千感觉 自己身体都快碎掉了 这就好像一个人 突然被万只牛群 顶在牛角上 不断被顶飞 不对 你不可能这么强 韩三千咬咬牙 不甘心地道 我就是如此之强 蝼蚁 你惹错人了 你去地狱忏悔吧 哭泣吧 为你今日所作所为 痛喊吧 好 万魂其吼 紧接着 无数后方的冤魂跳着 攀爬着 彼此拉扯着 如同许久未吃人的凶兽 看见了食物一般 拼命地扑向韩三千 很快 韩三千的身上 便已经积压数百鬼魂 硬生生堆起几十米的人山 这些冤魂拼命地 互相挤着 然后疯狂地咬着韩三千 韩三千感觉自己的身体 都快被这些亡魂给咬没了 一块一块的肉 不断地从身上被他们撕咬下来 脚上 身上 手上 甚至于脸上 无处可以避免 再见了 蝼蚁 黑暗中 微微一笑 整个空间变得更加黑暗 亦更加安静 一切 似乎都要结束了 不对 不对 突然 韩三千猛然睁眼 紧接着身上 一股金光猛然外泄 哄 堆压在身上的数百冤魂 顿时直接弹飞 不等外围密密麻麻的 亡魂重新围上 韩三千 已然纵身跃至半空 差点被你骗了 韩三千冷然道 在我面前施展幻术 你真当我傻呀 幻术 黑暗中 因为韩三千的 突然苏醒 声音稍微一愣 但很快 又恢复了嘲讽的语气 你再好好看看 韩三千 凝眉一皱 这才仔细地 注意起自己的身体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她的身上 几乎已经没有 任何一处完整 甚至可以说 连肉都不存在嘶吼 只剩下一个脑袋 以及一副骷髅身架 痛吗 声音笑道 韩三千细细感受 这才感觉 全身各处钻心的疼痛 这里不是幻境 当然不是 我说过了 你在地狱里 森罗地狱里 是吗 韩三千眉头一皱 你听说过妖佛吗 妖佛 我认识与否 重要吗 当然重要 如果你认识她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你的这些把戏 和她没什么区别 韩三千冷眼一笑 我不知你在说些什么 魔龙之魂的声音怒声而道 你会明白的 韩三千争鸣一笑 即便只是骷髅身体 可依然手持盘骨斧 俯身朝下方万千冤魂冲去 你真的是个无知的傻子 魔龙之魂冷冷一笑 但就在此时 韩三千飞速朝下的同时 手上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天眼浮一开 而几乎与此同时 外面血光之中的韩三千身体 没心处也有一道金光闪过 紧接着 韩三千猛然回眼望去 黑暗之中 一条黑色龙魂 尽力在空中 人身龙手 就是你了 几乎同时 韩三千突然掉转身形 一个反身加速 直接手持盘骨斧 冲向黑暗中的黑色魔龙之魂 魔龙之魂也根本没有料到 韩三千会突然杀出一个回马枪 更想不到 这家伙可以看见自己 震惊之余 韩三千巨斧已劈下 魔气如此之强 难不成 你真要自甘魔道吗 你是我陆无神 如今最重要的棋子 你不能成魔啊 坚持住 坚持住 陆无神话音一落 手中加大能量 疯狂支援韩三千 试图帮他压制体内的魔龙之血 只是 陆无神又哪里知道 此时 韩三千体内的鲜血 在经过短暂的互相斗争 和互相打压之下 已然开始了慢慢的融合 魔龙之血 虽然奇毒无比 阴邪四魔 但韩三千体内的神血 早已和剧毒融合 本身已非纯净 从某种程度而言 他们极其的相似 而在这融合之中 韩三千的意识 也开始从一片黑暗 慢慢的走向了光明 他来到了一个血气弥漫的天地 无论天空还是大地 又无论山川还是河月 这里 都是一片血的世界 无知人类 胆大妄为 竟敢吞我血液 吃我魔血 我 要你付出生命的代价 韩三千一出现 天空中 山月中 甚至河流之中 忽有一阵声音 奇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奇声低沉 在这本就 有些阴邪的世界里 显得极其诡异 你就是那条魔龙 韩三千环视四周 淡然而道 我是谁 你有什么资格知道 声音不屑微怒道 韩三千嘴角一勾 冷声笑道 手下败将 也在我面前这么狂妄 你以为你不说 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 你有实体的时候 我都不怕你 还胜条破龙魂 你以为我会怕 狂妄小儿 一声怒骂 魔龙之魂显然被激怒 猛声咆哮道 若不是我被神之家所牵制 压制我至少五成十例 我会输给你 输了便是输了 哪有那么多借口 我还可以说 如果不是我今天没吃早饭 影响我发挥 我一分钟内 还可以解决你呢 韩三千嘴毫不在乎 同样回击道 虽然韩三千一直 极其能够隐忍 但那大多都是他性格低调 不愿张扬 但这不代表他不会反击 相反 他的反击往往因为够隐忍 而极其有力 不过 韩三千也必须承认 当听到魔龙这番话的时候 他内心确实震惊无比 以他和陆若欣蔑视一击 尤其是之前魔龙 还受十几万人轮番攻击的情况下 打的却只是不到五成十例的魔龙 那这家伙 如果是全盛时期的话 该有多强 想来也是 要是没有本事 又何必让真神 几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来封印他呢 虚知真神已很强 可付出如此代价 却不能歼灭他 而只是封印他 倒也知道他并非说谎 你这无知的蝼蚁 魔龙之魂气急 但转而他突然一声冷哼 无人可以胜过我魔龙 即便你无耻地偷袭了我 我说过 你会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来吧 好好感受来自死亡的呼唤吧 森罗地狱 话音一落 整个血色弥漫的世界陡然之间扭曲 旋转 又那刹那之间凝变成黑色空间 而处在中间的韩三千 只觉得周边无数鬼哭狼嚎 眼前各种凶残的冤魂尽数显现 鬼哭 狼嚎 凄惨一片 力声赫赫 如同人掉进了地狱一般 韩三千皱着眉头 只觉得耳膜背后得急痛 一时间心烦意乱 不胜其烦 外加那些凶残冤魂时不时突然显现 然后张牙舞爪地扑向韩三千 让韩三千必须疲于应付 心乱家体质 随着时间的过去 韩三千变得越发的疲惫 也越发的暴躁 那种愤怒和不堪其扰的情绪 完全不受控制 韩三千拼命地一只手抵挡那些冤魂袭击 一只手难受的捂住耳朵 试图不去听那些凄惨的叫喊声 现在才刚刚开始 黑暗中 一声音效传来 紧接着 韩三千的身体伸出一条枷锁 直接将韩三千牢牢地捆住 任凭他如何用力 身体却纹丝不动 紧而来的 是更为凄惨和刺耳的惨叫 整个黑暗的虚空 也开始以韩三千为中心 如同漩涡一般 缓缓旋转 韩三千只感觉自己 身体内的能量 随着漩涡的旋转 而开始不断地往外释放 随着漩涡旋转得越来越汹涌 韩三千的能量 也流失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就这样 要被吸食死吗 韩三千皱眉内心惊道 以笔之道 还识笔深 蝼蚁 当日你如何吸我龙血 夺我龙魂 今日 我便要你尝尽这滋味 血债血肠 去死吧 哼 整个漩涡突然疯狂旋转 而韩三千的身体 也猛然一颤 紧接着整个世界 和韩三千化成一个光点 转而 又消失不见 整个空间 一片黑暗 嗡 整个空间 也完全地陷入了死寂 是 是死了吗 韩三千 已经无法说出话 谨慎的意识 在试图反问自己 但韩三千知道 这话的答案 连他自己也无法给出 他不是不能给出 而是无法给出 因为他的意识 已经开始越来越薄弱 他完全感受不到 自己身体的存在 更感受不到生命的存在 像是临死前的那一抹飘渺 只留下在人间的最后一点余灰 不 不 我不可以死 缩阴夏和韩念还等着自己呢 没错 即便是地狱要关我 那我有也要撕破这地狱 小蚯蚓 我连活着的时候都不怕 会怕你死后 给我开 猛然一声怒吓 平静又无边的黑暗世界 忽然有一颗小小的光点 哼 下一秒 光点突然绽放光芒 越散越大 哼 整个世界又一次恢复了方才那样 韩三千立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就这些吗 韩三千冷然一笑 望着周边越发咆哮的鬼哭之声 和各种穷凶极恶的冤魂鬼影 就这些 你好狂妄的语气啊 小儿 黑暗中冷声一鹤 紧接着空间一抖 黑暗中竟然显出 密密麻麻拥挤在一起的各种冤魂鬼影 他们面目猙獰 四肢扭曲 你以为 你那点意识破掉堕落 便可以逃出森罗地狱吗 无知 好 密密麻麻的冤魂鬼影 猛然朝着韩三千袭来 奇数之大 无可估计 只充斥着这看不到边的黑暗世界每个角落 也许数千百万 也许数亿或数之不尽 砰砰砰 每个鬼影穿过韩三千的身体 都是一处猛烈的爆炸 即便韩三千拼命抵挡 也始终难以抵挡这如洪水一般密密麻麻的亡魂大军 仅是数秒 已然尽数爆炸于身 让韩三千整个人痛苦万分 身上伤痕累累 口中鲜血喷流不停 怎么 不过万分之一的冤魂穿过 你就扛不住了吗 你先前的狂妄 都去哪了呢 黑暗中 一声讥讽响起 韩三千冷然一笑 强忍身上的剧痛 笑道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你又怎么不知道 我方才不过使用了百万分之一的力气呢 杀你虽然简单 不过 到底也得动下身体 现在让你这乖孙找些这些玩意 给我按摩一下身体 那也不是你这个乖孙该做的吗 你这该死的蝼蚁 怒声一骂 万魂齐吼 直破耳膜 紧接着 密密麻麻的冤魂鬼影再次袭来 比上一次更凶 更猛 也更快 含三千牙关一咬 眉头一皱 手中猛然凌空一握 一把金色巨斧恒然在手 天火 月轮 哄 左手天火火光异翼 右手月轮子电灵循 四少护蝶 好 四神天兽怒声咆哮 顿险其身 锋芒毕露 不灭玄凯 嗡 紫光灵声一闪 不灭玄凯 轰然一亮 以正含三千呼应 北明四魂阵 一画二 二画四 四道寒三千身影 威武而现 盘古斧阵 说说说 天空之上 万把金斧 凌空而止 你会的东西 还蛮多的嘛 黑暗中 一声讥讽传来 寒三千头发已白 威风不已 嘴角一抽 不屑笑道 不然怎么收拾你这只小蚯蚓 可惜 会得再多 那又如何 试试 试试便试试 万魔归面 哄 陡然之间 所有冤魂忽然身上黑气缠绕 他们的手中 身上 竟是如此 哄 冤魂手上 黑气消散 已然手握巨斧 手持一团黑火 一团黑电 身上黑气消散 已然黑甲在身 彼此之间的黑气散去 已然身化二 二化四 每道身影 四道黑色四寿 盘旋于周围 剩余黑气散去 距于上空 再散 竟是万把黑斧凌空 什么 寒三千愣住了 这些家伙所画的 不正是和自己目前的一模一样吗 杀 一声肃杀之声响起 数之不尽的冤魂 手持巨斧 直袭寒三千 虽然震惊 但寒三千缓过神后 手持盘古斧 操作天火月轮 直接杀入 哄 天雷对地火 独身对万鬼 天火月轮 如龙入水 大杀四方 盘古斧锋芒毕露 大杀四方 剑鬼批鬼 欲魂破魂 头顶万斧如雨而下 一时间 黑暗空中战火燃烧 风烟四起 但杀意凌然的寒三千 却又一次突然愣住了 一双如炬的眼睛里 充满了不可思议和震惊 盘古之下 那些鬼魂虽被劈成两半 但转眼两半 却化成了两个鬼影 所向无敌 寸草不生的天火月轮 竟也失去效果 而此时 天上黑斧已至 万鬼也巨斧杀来 数万道黑火黑殿 编织血盆巨口的巨大魔龙 轰然袭来 哄 万斧奇诈 魔龙咆哮而过 以韩三千为中心 顿时用万剑穿心来形容 也丝毫不为过 韩三千眉头一皱 感受到一股极强的 魔煞之力扑面来 他刚想操起盘古斧抵挡 却在此时 无数黑火黑殿所化魔龙 已然张嘴扑向自己 紧接着 那股黑气又化成 紧身的无数枷锁 将韩三千死死地束缚在原地 任凭韩三千如何挣扎 那股黑气都死死地 缠绕住他的身体 根本无法动弹嘶吼 而几乎同时 砰砰砰 万斧奇落 韩三千身上 顿时响起无数爆炸 不灭玄凯在爆炸之中 紫光不在 似神天兽也消失不见 韩三千身体上的 金色流光也暗淡下去 噗 一口鲜血 直接被韩三千喷了出来 如同血雾一般 喷洒得漫天都是 怎么会这样 韩三千强忍身体内部 翻滚的剧痛 双眼正正地望着眼前的 无数王魂 这帮家伙 太过不可思议了 既然从头到尾 将自己复制了一遍 无论盘古斧 又或者不灭玄凯 甚至就连天火月轮 四神天兽图腾这种 只属于自己的法术能量等 也可以占为己有 这怎么可能 这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功法呀 即便是无相神功 这种集 复制于大成的无上绝学 可在复制上也极其有限 除了直接可以 对能量和功法进行复制 那些武器 法宝 神兵等其他的 均是完全不可能的 本体的食物 本就是天生注定的 这根本就不可能随便被人复制 否则的话 有为天道 很惊讶是吗 不过 惊讶又有什么用吗 留着下了地狱 慢慢去惊讶 空间中轻轻一笑 你以为 就你会复制 而我不会 韩三千猛然一笑 强忍身体上的剧烈疼痛 真能一放 身上金光再次重新亮起 无相神功 话音一落 四道韩三千身影 同时移动 操起四门无相神功 直接迎击万千亡魂 好 万千冤魂怒吼一声 手持巨斧 如潮水般涌来 什么 韩三千猛然一愣 无相神功一出 如同试了零四的 拍在空气之中 别说复制出什么功法 就是想简简单单的 伤到那些亡魂 也等同于是在做梦 这不可能啊 韩三千匪夷所思的 望向自己的手掌 实在难以相信 眼前的事实 亡魂复制他的 为什么他不可以 复制亡魂呢 罗爷 在我的森罗地狱里 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 空间之内 一声冷笑 韩三千眉头紧锁 寻觅四周 确实不知道 声音从何而来 但却丝毫未敢放松任何警惕 强称一道金光 勉强抵挡住那些亡魂 冷冷而道 凭什么没有什么 不可能发生的 就凭我是这里的主宰 就凭我要你死 你便求活不得 给我破 轰隆 万军挤破金光之兆 直接如海水 一般将韩三千四道身影打煤 然后化回本体那一道 并顺势不断朝后排去 韩三千感觉自己身体都快碎掉了 这就好像一个人 突然被万只牛群顶在牛角上 不断被顶飞 不对 你不可能这么强 韩三千咬咬牙 不甘心地道 我就是如此之强 罗尼 你惹错人了 你去地狱忏悔吧 哭泣吧 为你今日所作所为 痛喊吧 好 万魂其吼 紧接着 无数后方的冤魂跳着 攀爬着 彼此拉扯着 如同许久未吃人的凶兽 看见了食物一般 拼命地扑向韩三千 很快 韩三千的身上便已经积压数百鬼魂 硬生生堆起几十米的人山 这些冤魂拼命地互相挤着 然后疯狂地咬着韩三千 韩三千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快被这些亡魂给咬没了 一块一块的肉 不断地从身上被他们撕咬下来 脚上 身上 手上 甚至于脸上 无处可以避免 再见了 蝼蚁 黑暗中 微微一笑 整个空间变得更加黑暗 亦更加安静 一切 似乎都要结束了 不对 不对 突然 韩三千猛然睁眼 紧接着身上 一股金光猛然外泄 哄 堆压在身上的数百冤魂 顿时直接弹飞 不等外围 密密麻麻的亡魂重新尾上 韩三千 已然纵身月之半空 差点被你骗了 韩三千冷然道 在我面前施掌幻术 你真当我傻呀 幻术 黑暗中 因为韩三千的 突然苏醒 声音稍微一愣 但很快 又恢复了嘲讽的语气 你再好好看看 韩三千 凝眉一皱 这才仔细地注意起自己的身体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他的身上 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一处完整 甚至可以说连肉都不存在嘶吼 只剩下一个脑袋 以及一副骷髅身架 痛吗 声音笑道 韩三千细细感受 这才感觉全身各处钻心的疼痛 这里不是幻境 当然不是 我说过了 你在地狱里 森罗地狱里 是吗 韩三千眉头一皱 你听说过妖佛吗 妖佛 我认识与否 重要吗 当然重要 如果你认识他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你的这些把戏 和他没什么区别 韩三千冷眼一笑 我不知你在说些什么 魔龙之魂的声音怒声而道 你会明白的 韩三千争鸣一笑 即便只是骷髅身体 可依然手持盘骨斧 俯身朝下方万千冤魂冲去 你 真的是个无知的傻子 魔龙之魂冷冷一笑 但就在此时 韩三千飞速朝下的同时 手上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天眼浮一开 而几乎与此同时 外面血光之中的 韩三千身体 没心处也有一道金光闪过 紧接着 韩三千猛然回眼望去 黑暗之中 一条黑色龙魂 尽力在空中 人身龙手 就是你了 几乎同时 韩三千突然调转身形 一个反身加速 直接手持盘骨斧 冲向黑暗中的 黑色魔龙之魂 魔龙之魂也根本没有料到 韩三千会突然杀出 一个回马枪 更想不到 这家伙可以看见自己 震惊之余 韩三千巨斧已劈下 哄 龙魂一分为二 那人身上的龙手 满眼都是不可思议的 望向韩三千 在我面前使幻术 哥告诉过你了 哥经历过两次 极强的幻术试炼 韩三千冷声而道 但下一秒 龙魂双边又忽然立起 紧接着 重合在一起 只是身影一闪 竟然完好如初地 站在了韩三千的面前 你以为 偷袭了我 你就成功了吗 魔龙之魂轻轻一笑 虽然你发现了我 很是了不起 不过 那又如何 蝼蚁永远都是蝼蚁 即便他站高了点 他也不过是 站得比较高的蝼蚁而已 可这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魔龙之魂说完 一股黑气从身上散发 直接将韩三千死死的包裹 其中一股魔气 更是死死的缠在 韩三千的脖子上 韩三千顿时感觉呼吸困难 可是 任凭他如何挣扎 黑气却如同捆仙之绳一般 纹丝不动 临死前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过了 这不是幻境 所以 闭上你的臭嘴巴 吵死了 魔龙说完 冷声一笑 手中轻轻一抬 黑色之气化成的绳索 顿时直接将韩三千的脖子 套得更加死 那 这 这 是 是真实的吗 韩三千已然连话都说不出 但依然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艰难地喊出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字 然后用那因为缺氧而极度充血 似乎随时都快爆出来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魔龙 等待着他的答案 魔龙一愣 倒没有想过这小子 意识如此强烈 都到了这份上了 还一副死不明目的模样 盯着自己 不过 对于这个问题 他选择了沉默 韩三千终于露出一个笑臂哭 还难看的笑容 显然他得到了自己的答案 紧接着 韩三千脖子一歪 吞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口气 魔龙之魂这才手上一松 黑气也瞬间散去 而韩三千的尸体 瞬间如死狗一般 垂直而落 脚下 本是无数冤魂 此时却已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深渊一般 韩三千的身体不断下落 不断下落 泽泽 真是可惜 魔龙之魂的可惜的摇摇头 带有丝丝嘲讽的叹息道 你是第一个 可以完全杀死我本身的 这一点 倒是让本尊对你刮目相看 可惜 你不该这样做 夺了你的舍 便是对你的惩罚 说完 魔龙之魂轻轻一笑 有些贪婪道 你这只蝼蚁 虽然身子很好 可是 竟然连我都破眼馋 散仙之体 神之血脉 还有龙族之心 虽然龙族之心这玩意于我而言 算不了什么 不过 倒也是可以提供必要的能量 让我融合进你的身体 也罢 就让我好好的 利用你这副身子吧 我会用它重回巅峰 也算是你小子到时候 留在这世上的唯一荣耀 轻轻一笑 魔龙之魂原地而盘坐 紧接着轻微闭眼 一股强大的魔煞之气 从身体之中散发而出 并飘向周围 那些魔气当飘向了四周以后 便如同藤蔓一般快速地涨起 然后生出更多的脂脉 朝四方散去 仅是片刻后 这暗黑无比的空间里 便生出许多的脂压 几乎将整个空间塞得满满的 现在最后一步了 话音一落 魔龙之魂冷声一鹤 身体猛然化成一道黑气 紧接着朝着顶空的方向飞去 嗡 就在它刚飞上去不久 忽然之间 顶部亮出一道金光 直接将黑气拍了下去 黑气顿时落入半空 紧接着微微一闪 魔龙之魂的身影再次显现 只是与方才不同 此时这家伙的嘴角上 挂着丝丝黑色的鲜血 什么 魔龙之魂大惊失色地 望着上方的金光 这家伙的身体 居然 居然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 这金身 好强的力量 再试一次 我就不信 什么破金身可以抵挡我魔龙之位 话音一落 魔龙再次化身一道黑气 一飞冲天 哄 一股更强的金光 猛然出现 碰 黑气 以更快的速度直接落下 紧接着 魔龙之魂那颤抖又模糊的身影 再次出现 靠 魔龙之魂不可思议地望着头顶上 这该死的家伙 究竟是找了什么金身溶进了身体里 连我也出不去吗 这绝无可能 这究竟是什么 就在此时 魔龙之魂压根没注意到 脚下的那片黑暗之中 突然出现一点金光 不 我不相信 这世上还能有什么能困得住我的 不过是区区一个金身罢了 我有何惧 魔龙之魂不甘地吼道 韩三千能杀死他 除了韩三千和陆若新 以及十几万人的攻击 确实够猛烈以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便是魔龙也看上了韩三千的身体 这副躯体 尽管是个人类 但却让他眼馋无比 内有龙族之心供给能量 外有散仙之体 以及神兵力气可作攻守 最重要的是 这小子的鲜血不仅有真神的味道 更有他梦寐以求的奇毒 若是 能夺射一个这样的身子 魔龙之魂借尸还魂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经历多人的猛攻之后 他选择了这种忍辱偷生 又或者偷龙转凤的办法 一切 也都按照他的部署 在顺利地进行 那只鲁蚁的魂被自己封禁杀死 自己成为了这副躯体的真正主人 可哪里会想到 就在这最要紧的关头上 他却突然卡住了 魔龙之魂如何不能 又如何能担心 他又哪里知道 那副金身的来历 又哪里知道 那副金身已至极燃境界 没有任何气息 可以揣摩到他的存在 或者说 很多气息根本不配探测到他 好 怒火未消的魔龙之魂 再次陡然气息全开 一股阴森的魔煞之力充斥全身 紧接着又是一个俯冲直破天际 嗡 一股更为强大的金光 顿时闪耀 如同一个巨大的结界一般存在 当魔龙之魂 一接触到那股金光 顿时直接被打翻落下 哼 这一次 魔龙身形颤抖得更加厉害 甚至一度虚晃 他妈的 魔龙嘴上 已然黑血跟不要前世的拼命留着 他擦了擦嘴 愤愤地望着头顶 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若是破不开这里 难不成 我魔龙要永远都被困在这里吗 不可以 绝不可以 一只蝼蚁的身体 我堂堂之尊 又如何会破不了 下一秒 魔龙再次运起黑气 猛然又要飞上去 可刚准备冲的时候 他却突然感觉脚下被人一拉 低眼一望 不知何时 一股金色的能量 如同绳索一般 正紧紧地系在自己的右脚之上 而这条绳索的另外一头 是缓缓上升 且身上带着金光的韩三千 你这蝼蚁 你竟没死 魔龙之魂 既惊又目 你都没死 我又怎么会死 韩三千烈嘴一笑 面色已然苍白 虽然情况不是太好 不过 他方才 已然白骨的身体 此时却是完好如初 只是衣服裤子撕碎 身上伤痕累累罢了 你刚才 你这该死的蝼蚁 你装死骗我 魔龙之魂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不由又欺又急 你们人类 果然卑劣 居然使出如此手段 和你侵占我的大脑 并试图在梦境中杀死我 夺我的蛇笔起来 我这都叫卑劣的话 那你那叫什么 韩三千冷声道 你怎么知道 这是梦境 我问过你 这是真实的吗 你避而不答 便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 如果不是真实的 那么 只能是幻术或者其他的 韩三千肯定道 我装死的时候 想了很久 你一直否认这是幻术 可我却能真实地感受到 我的疼痛 甚至你还可以 匪夷所思地做出逆天之举 不仅复制我的法术 甚至连我的神兵都可以复制 结合这些 我想来想去 只有一种可能 梦境 你操纵和我的梦境 自然可以主宰这里的一切 甚至让一切不合理的 都变成你想的合理 对吗 韩三千冷然而道 罗尼 你倒是很聪明 魔尊之魂轻轻一笑 本尊小瞧了你 密密麻麻数之不尽的冤魂 哪里会有那么多的冤魂 我开始确实被这阵势吓住了 但你太操之过急了 韩三千冷声道 魔尊之魂露出一个猙獰的笑容 点了点头 不过 我们地球有句话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韩三千轻声笑道 虽然面色不好 不过眼神里却充满了自信 即便你知道真相又能如何 罗尼 你也知道 在你的梦境里 是由我来掌控的 那你就应该清楚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说了算 无论你多么的凶猛 多么的本事 在我制定的一切规则下 都是泡影 魔龙不屑笑道 确实如此 所以我也很绝望 不过 你似乎也该很绝望 韩三千笑着望了一眼天空 意思非常明显 韩三千所指的 自然是那层金身所 散发的金光 你想怎么样 看到韩三千那不怀好意的眼神 魔龙之魂微微一愣 韩三千一笑 我并不想怎样 不过 我缺一个打杂的 听到这话 魔龙之魂顿时一怒 蝼蚁 你放肆 要不大家一起死好了 无所谓 正如你说的 凡人一个蝼蚁一只 你呢 什么龙皇之尊 魔者之尊 牛逼之类的 更是一大堆 不过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大家一起困在这好了 韩三千无所谓的道 你这无耻之徒 魔龙之魂气得咬牙切齿 别怪我不提醒你哦 不管怎么说 我是在我的体内 虽然外面的人一时之间 可能发现不了什么异样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帮我 可是时间一久了 谁又说得准呢 只怕我等得起 而你等不起哦 韩三千说完 轻轻一笑 也不废话 身体微微一收 索性凌空而坐 接着 韩三千打了的哈欠 一副悠哉悠哉的模样 似乎随时还准备 躺下睡上一觉 魔龙之魂 却哪有那么悠闲 气得 简直快要抓狂 他突破不出去 本就恼怒 如今 韩三千的话 更是火上浇油 蝼蚁 你如此之见 我杀了你 话音一落 魔龙之魂手中 便释放一道黑气 猛然朝着韩三千袭去 碰 只是黑气一碰到韩三千 韩三千身上 顿时便闪过一道金光 下一秒 黑气直接消散 什么 你这该死的蝼蚁 一击失败 魔龙之魂恼怒不已 金身之光的光芒 不仅上空有 韩三千这小子的身上 也有 韩三千 微微一笑 看了眼照耀在身旁的金光 悠闲无比 道 你不知道 老是动不动生气 是很伤肝火的吗 我可是好心提醒你 毕竟 你要是不试图占据我的身体 触发金身守护 在这完全有你操控的梦境里 我还真的只能等死 不过 可惜啊 韩三千巴唧巴唧嘴 那脸上渐渐的模样 让魔龙之魂 看得恨不得将这家伙生吞活泼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了 我现在感觉很舒服 很安心 我也很疲惫 我先睡一觉 韩三千说完 还真的把眼睛一闭 索性睡了起来 魔龙之魂气得半死 在自己面前 如此公然睡觉 不将自己放在眼里 他活了几十万年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古往今来 无论是谁 哪个不会吓得屁滚尿流 即便是各方大神 也是如灵大敌 紧张万分 偏偏 今日却在这一个 蝼蚁身上翻了船 强烈的自尊 和孤傲让魔龙之魂 极没有面子 但他也清楚 他拿韩三千 没有任何办法 梦境之中 他能控制一切 但偏偏 这精神保护 却是从身体上的根本 直接被触发出来的 根本无法控制 可偏偏 这道金身之光 还异常压制自己 好啊 要死便一起死 我魔龙活了几十万年 早就活腻了 我会怕了 你这个小子不成 魔龙之魂 深呼吸了一口 紧接着他也坐了下来 微微盘腿闭眼 跟韩三千号上了 一人一魂 就这样一个睡 一个坐 而外面的阑珊之巅 此时却是忙得晕头转向 一帮高手全被镇飞打伤 陆若轩和陆若新 也身负重伤 唯独只剩陆无神 一直都在坚持 但随着时间慢慢地推移 即便强如陆无神 也实在难以支撑 豆大的汗水不停滴落 但只要他稍微一松手 韩三千的身体 便会慢慢不断地朝着 红光上空缓缓飞去 没办法之下 他只能强撑着 再这样下去 爷爷会受不了的 陆若轩急得不得了 快叫老爷子住手吧 陆永生也急忙到 真神对于任何一个家族 有多重要 已经不言而喻 伏家和他们的区别 便是最简单的例子 陆若新面色危急 一时间也不知所措 放弃吧 韩三千的身体 便会随红光飞入云霄 后果怎样无人可知 可不放弃吧 陆无神显然已经难以支撑 远处 王缓之早就看得眼睛都直了 不由南南而道 看来这魔龙 确实是非凡之物啊 韩三千仅仅是吸了魔血 便震的阑山之巅 高手进退 即便是陆无神 也快支撑不住了 这魔龙乃是上古之物 自然非比寻常 若是那么好对付 又何必等到今天 熬世淡然而道 若非被神之家所压制 连我和陆无神都没有把握 可以和他斗 这小子却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哼 成英雄 必然会付出代价的 眼下这小子 便是自讨苦吃 叶姑诚 冷声嘲讽道 任何贬低 含三千的机会 他都不会放过 他的自尊心和傲慢 也不允许他放过 所以即便是熬世等人说话 他也忍不住 不顾场合和身份插嘴 王缓之顿石眼中 闪过一丝厌恶 强压心中的怒火 尽量理顺后 这才轻声问道 熬世 熬老 那依你之见 陆无神救不了他 熬世轻声笑道 真的吗 王缓之顿石一喜 魔杀之气 实在太重 以陆无神一个人的力量 倒并不是不可以支撑 毕竟他可是货真价实的真神 不过 这可能需要他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熬世道 陆无神不会愿意的吧 如今 我们永生海域 和耀神格如此之强 他又怎么会随便 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呢 王缓之笑道 他自然不会愿意 熬世轻轻一笑 听到这话 王缓之安心不少 如此一说 韩三千将会必死无疑 这道也好 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看待小子死 这便是报应 让那小子 帮着陆若新 抢什么神之枷锁 那便是太好了 王缓之高兴道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看到王缓之笑颜大开 熬世顿时不满的皱眉道 这突然一问 直接就把王缓之给问猛了 韩三千死 等同于一个大威胁消除了 也自然不需要拉拢他了 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哼 熬世无奈地摇摇头 迂腐之物 我怎么会眼睁睁地 看着韩三千死 跟我过去救人吧 此话一出 所有人全部带住 救敌人 这是什么操作 集团 Cartoon 山坡 继续